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年4月1号的受难节前夕的崇拜 如果您是首次参加我们的崇拜 那我们节省的欢迎您 在主日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 在受难节前夕 我们今天晚上要纪念耶稣的受难 耶稣被出卖 正经标传道将以祭祝这一日为正道的主题 现在就让我们以庄严苏目的心来纪念耶稣的受难 今晚的宣招经文取自马可福音第十章32到34节 他们行物上耶路撒冷去 耶稣在前头走 门徒就稀奇 跟从的人也害怕 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 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 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将要被交给祭祀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死罪 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戏弄他 土唾沫在他脸上 鞭打他 杀害他 过了三天 他要复活 祈生执主受众传 世事痛苦难荡 鞭崖盡管皆恥辱 疾病弦怨忧伤 仰赞赤龙和谈 但相见满怀起床 此刻愁云烟盛烦 当年基督辉光 我祝你收尽苦楚 追问的梦安天 你收窗通知识望 适应我的罪欠 失恋苦行我当首 抚抚我足脚鞭 恳求继续此恩殿 愿长赞阳生烟 我永何止作写送 牧师恶意丰荣 承认你难知悲哀 无量痴恋难冲 恳求受我为敌之 终安永不变更 千万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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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头祷告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 做了将来美式的大祭司 经过那更大 更全辈的葬墓 不是人手所照顾 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三一真神拯救的主 我们赞美你 今晚举世 有千千万万的圣徒 不限国家地区 不论种族文化 不分贫富贵贱 都在纪念耶稣基督 受难前所经历的背叛 非法审讯及酷刑 为的是再次感动 神的儿女们的爱主 世主的心智 保叫我们行事为人 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同有一个心智 站立的稳 为所信的福音 齐心努力 欧主啊 每当我们缅怀 至圣之主承受重创 头戴荆棘冠冥 身穿纸袍麻衣 遭受戏弄讥讽 受尽苦楚 并因着耶稣的流血之泉 叫我们罪人一喜 全身罪牵尽除 得蒙恩典 出使入生 出暗入光 沐浴阻碍 何等不配 却又何等 慈恋恩宠 我们不禁感恩送赞 救赎之主 真理的圣灵 今夜 我们祈求圣灵 特别恩高 正经标传道 所要带来的信息 圣灵来感动我们 使我们永远记住 天父所付上的代价 以及 耶稣受难的经历的痛苦 恳求恩主 继续施恩怜悯 愿圣徒们 常瞻仰 圣缘持荣 忠心 世主 永不改变 将 慈赎罪 妙恩 传扬 地极 致死 不渝 愿 一切荣耀 颂赞 都归给在天上的父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祈求 阿们 我们一起来朗诵 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 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 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 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 从死人中 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 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 从那里 降临 审判 活人 死人 我信 圣灵 我信 圣儿公之 教会 我信 圣徒相通 我信 罪得 赦免 我信 身体 复活 我信 永生 阿们 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取自 马可福音 第十五章 一到早晨 祭司长和长老 文士 全公会的人 大家商议 就把耶稣 捆绑 解去 交给 比拉多 比拉多 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 回答说 你说的是 祭司长 告他 许多的事 比拉多 又问他说 你看 他们告你 这么多的事 你什么 都不回答吗 耶稣 能不回答 以致 比拉多 觉得稀奇 每逢 这节期 寻 照众人 所求的 释放一个囚犯 给他们 有一个人 名叫巴拉巴 和作乱的人 一同捆绑 他们作乱的时候 曾杀过人 众人上去 求寻辅 照常例 给他们办 比拉多说 你们要我 释放 犹太人的王 给你们吗 他原晓得 祭司长 是因为 嫉妒 才把 耶稣 解了来 只是 祭司长 挑手 众人 宁可 释放 巴拉巴 给他们 比拉多 又说 那么样 你们 所称为 犹太人的王 我 怎么办 他呢 他们又 喊着说 把他 钉 十字架 比拉多说 为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 恶事呢 他们便 极力的 喊着说 把他 钉 十字架 比拉多 要叫众人 喜悦 就释放 巴拉巴 给他们 将耶稣 鞭打了 交给人 钉 十字架 兵丁 把耶稣 带进 衙门院里 叫起了 全婴的兵 他们给他 穿上 纸袍 又用 荆棘 编作 冠冕 给他 戴上 就 庆贺 他说 恭喜 犹太人的 王啊 又拿一根 尾子 打 他的头 土唾沫 在他 脸上 屈膝 拜他 戏 用完了 就给他 脱了 纸袍 能穿上 他自己的 衣服 带他 出去 要钉 十字架 有一个古利乃人 西门 就是亚历山大 和鲁府的父亲 从乡下来 经过那地方 他们就勉强他同去 好背着耶稣的 十字架 他们带耶稣 到了各个他地方 各个他翻出来 就是 独楼地 拿木药 调和的酒 给耶稣 他却不受 于是将他 钉在十字架上 拧纠 分他的衣服 看是 谁得什么 钉他在十字架上 是四出的时候 在上面有他的罪状 写的是 犹太人的王 他们又把 两个强盗 和他同定十字架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这就应了 经上的话说 把他列在 罪犯之中 从那里经过的人 怒骂他 摇着头说 唉 你这拆毁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就自己 从十字架上 下来吧 祭司长和文士 也是这样戏弄他 彼此说 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以色列王的基督 现在可以从 十字架上下来 叫我们看见就信了 那和他同定的人 也是 嬉笑他 从五正志 伸出 遍地都黑暗了 伸出的时候 耶稣 大声喊着说 以罗伊 以罗伊 拉玛撒伯特尼 翻出来就是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开我 旁边站着的人 有的听见就说 看啊 他叫伊利亚呢 有一个人跑去 把海龙 沾满了醋 绑在尾子上 送给他喝 说 且等着 看伊利亚 来不来 把他取下 耶稣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店里的帽子 从上到下 列为两半 对面站着的 百夫长 看见耶稣这样 喊叫断气 就说 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还有些妇女 远远地观看 那中有摩达拉的玛利亚 又有小雅各和 别西的母亲 玛利亚 又有撒罗米 就是耶稣 在加利利的时候 跟随他 服侍他的那些人 还有同耶稣 上耶路撒冷的 好些妇女 在那里观看 到了晚上 因为这是预备日 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由亚利马太的 约瑟前来 他是尊贵的御乙士 也是等候神国的 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比拉多诧异 耶稣已经死了 便叫百夫长来 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 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 就把耶稣的尸首 赐给约瑟 约瑟买了细码布 把耶稣取下来 用细码布裹好 安放在磐石中 凿出来的坟墓里 又滚过一块石头 来挡住墓门 摩达拉的玛利亚 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 都看见安放她的地方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主力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 能够来到宋南州 祭念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付出 牺牲 为我们的摆上 求主引导我们 记得今天信息的分享 让我们重新回到 十字架面前 让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的爱心 再次被主眺望 能够全心爱主 也全心爱他的教会 和爱弟兄姐妹 今天我会以 马可分第十五章的经文 与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主题 叫做记住这一日 Remember Good Friday 弟兄姐妹 我们首先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当我们 每位弟兄姐妹 我们聚在一起 为了纪念 你为我们的牺牲 为我们被钉在 十字架上的那一刻 我们恳求你帮助 恳求主 你让我们从生命深处 注目于你 让我们从生命深处 向你降服 也因着我们 对主你的纪念 让我们爱你更单纯 让我们跟随你更火热 求主祝福 以下分享者和聆听者 在一起敬拜你的时间 听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Amen 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 对于教会来说 我们时常会进行的圣礼 就是圣餐 也就是当我们进行圣餐里 无论是饼还是杯 都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如此行 是为了纪念主 说饼是为了要纪念 耶稣基督的身体 为我们舍了 杯是为了纪念 耶稣基督的血 为我们流 那这个纪念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圣经里面 他用的语言是 Anamnesian Anamnesian 它的意思是 在我们的大脑当中 我们关注某一件事情 专注在某一件事情 反复的去思考和思念 就是你把那件事情 放在你的脑海当中 不断的去思考 不断的去思考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他让我们记住的 是他为我们流血舍身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是一群 受我们记忆所影响的人 当你记住了自己的失败 你很容易自卑 你很容易退缩 当你记住你的成功 你或许是拥有自信 也或许是你过度骄傲 当你记住别人对你的伤害 你里面要么是苦毒 要么是不饶恕 当你记住许许多多事情的时候 那些事情就会影响你 此时当下的生活 圣经里面 不是让我们去记我们的失败 也不是让我们去记我们的成功 而是让我们能够纪念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拜上 弟兄姐妹 当你真正去纪念 耶稣基督为你摆上的那一刻 就是你不断的去思考 耶稣为你受难那一刻 你里面所生发的是敬畏和感恩 当你敬畏的时候 弟兄姐妹 正如敬神明 则明圣贤 就是你真正敬对了那位神明 正神明 那明就会圣贤 也就是你的行为举止 自然而然就会不断被调整和提升 那同样我们说 当我们敬畏我们的神的时候 也因着耶稣为我们的拜上 为我们所带来的救恩 我们里面会生发感恩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记住 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摆上的这一日 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充满对神的敬畏 和对神的感恩 这是整本圣经 一直在向我们阐述的 就比如说 我们从四福音的整个排版来看 就可以知道 四福音呢 每一卷福音书都是去描述和记载 耶稣的生平 那当然我们知道 约翰福音是比较特殊的一种描述方式 但是你会发现 无论是他稍微常规 还是说非常规的描述 他都会把最后的聚焦点 放在耶稣的受难周上面 换句话说 耶稣在世上三十多年的时间 可以有许多的细节被记录 比如耶稣他在小的时候 接触了怎样的朋友 他在小的时候 父母与他争吵 他是如何智慧性的回应 不只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以及他是如何接触新的事物 圣经都可以记载 但没有 你会发现 圣经的整个篇幅 特别是福音书的整个篇幅 都聚焦在了耶稣的受难受苦上面 马太福音 他整个篇幅有28章 但他到了21章就开始讲述耶稣的受难 这样的一个篇幅 换句话说 耶稣最后的一周的重要性 远远超出了耶稣 他三十多年的时间 那同样 马太福音 他有16章的经文 那他到了11章就开始记载 耶稣的受难周 就是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周 那路加福音有24章 他到了第19章就开始记载 耶稣的受难 那约翰福音有21章 他到了第12章就开始记载 耶稣的受难 这就像说在整个舞台戏上 把聚焦灯聚光灯都聚焦在了最后的那个时刻 换句话说 这是整个福音书引起每一个阅读者关注的事情 也是到书信当中不断提醒我们应该关注的事情 更是在教会历史上面不断的提醒基督徒要记住的事情 那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被定在世的架上 为我们的罪被定在世的架上 如果我们去读保罗书信 他不断的提醒 不断的提醒 我们去读约翰书信也一样 约翰往往说那些圣徒 他们胜过逼迫是靠着羔羊的血 也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牺牲 那与这个彼得亚哥同样都在强调 求主帮助 让我们真正能够记住 弟兄姐妹 正如我刚才所说 今天的整篇信息 我会围绕着耶稣基督那天所发生的事情 为何心 来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更多的理解和更多关注 思考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摆上 当我们真正记住的那一刻 就像刚才所说 我们的记忆就会影响此时当下的生活 会使我们的心里面生发对神的敬畏和感恩 那我们来回到那一天 在那一天的时候 耶稣基督对他意味着什么呢 那意味着是基督沉默的一日 基督沉默了 当耶稣基督被抓到大祭司院里面 许多人开始审问他 大祭司起来也开始审问他 然后大祭司说 这些人做见证告诉 告诉你这些事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耶稣他一言不答 亚哥刚描述的很清楚 说他一句也不回答 为什么要沉默 他为什么 这是我们要值得思考 值得不断关注 耶稣他的那一天 他可以去争辩 他可以去理论 他可以去谈话 他就像在登山宝信的时候 在登山宝信教导之后 他回复那些 那些质疑他 询问他的人一样 耶稣可以 但耶稣没有 他为什么不答 弟兄姐妹 他不答 不是耶稣 懦弱无能 而是他甘愿担当 在犹太人大屠杀的时候 有许多的犹太人 他们因为手无腹肌之力 就像一只江崽的羊羔一样 默默地走向那被屠杀的地方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耶稣他不是没有能力 他不是没有能力 正如耶稣他可以 拆牌十二营的天使 来看顾和保护他 他可以行神迹奇事 使那些人不能够把他怎么样 正如同耶稣基督 他在家乡的那一刻 有许多人想要打死他 但耶稣可以从他们中间 平安地走过去 在水面上不断地汹涌 那波涛汹涌 但是耶稣基督 他可以平安地走在水面上 耶稣他为什么不打 耶稣他为什么不实行他的权柄 因为耶稣他甘愿担当 他甘愿担当我们的罪 所以在圣经里面说 他受到刑罚 他受到鞭伤 使我们得了医治 使我们得了平安 对我们姐妹 这不是耶稣他不能 他不可以 也不是说他懦弱无能 而是他甘心愿意担当 同样基督的沉默 不是他无礼 无礼和无利 而是他无罪可别 换句话说 不是说他们指责耶稣有罪 耶稣就有罪 而是耶稣真的是 丝毫的罪都没有 耶稣不须为自己的罪去争辩 他无须为自己的罪去予人争辩 因为他是完全圣洁的 再者耶稣的沉默 是蛮有尊荣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像当我们真正去看 这个马可非议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很吃惊的是耶稣的沉默 让我们更加看到了 耶稣的尊贵 耶稣那一份尊贵的尊贵的荣耀 许多人问他 许多人想要从他嘴里 获得一些把柄 但耶稣他静默不言 换句话说 安静沉默不等于没有内容 安静沉默不等于什么都没有 往往安静和沉默 他所写的内容 有时候比你用言语表达的还要丰富 做一个比方来说 丈夫和妻子当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突然之间一方沉默不说话了 那另外一方 他内心就会有很多的想法 他为什么不说话 他是不是在生我的气 他是不是在抱怨我 他是不是等等等等 他就有很多的想法 但另外一方仍然是沉默不语 换句话说 沉默不等于没有传递信息给对方 沉默也在传递着许许多多的信息 以至于使对方能够领悟 当耶稣基督在大祭祀院里面的时候 他沉默了 当耶稣基督在 他在比拉登面前 他也沉默了 他的沉默带出了 他是那神圣的 他是那一位没有任何罪欠的上帝的羔羊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他的沉默是满有尊重的沉默 这一日是耶稣沉默的一日 他不是不可以为自己辩解 他不是不可以能够挣脱这些折磨 这些鞭打 他是愿意甘心担当 他没有丝毫的罪 他的沉默 掌显了那数天得胜的荣耀 同样我们说 这一日也是耶稣基督被弃的一日 弟兄姐妹 我们再去回顾 耶稣自从那天晚上 他在科西玛尼安祷告出来之后 圣经里面说 那些门徒们一个一个都离开他去了 那一位曾经说 主啊 就算死我要跟你在一起的门徒彼得 也离开了 离开了这位主 只能够偷偷的跟在后边 连续几次否认耶稣基督 那一天门徒们把耶稣离弃了 那一天 公会 那个神圣的场所 那个敬拜上帝 那个是认为有上帝同裁 上帝居住的场所 把耶稣基督 把这位上帝之子离弃了 不但是他们 到了 彼拉多面前 他当作为当时的政权 作为当时的权柄管辖者 也把耶稣基督离弃了 他的权柄应该是来源于至上的 但他却把这位至上的权柄 那位万王之王的 万王之王者给离弃了 同样我们说 到了百姓 耶稣和他们更是无怨无仇 只是耶稣没有活在他们的理想当中 他们想让耶稣成为他们认为的弥赛亚 曾经耶稣基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欢呼说 赫萨纳赫萨纳奉主名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但耶稣没有 因此他们就将耶稣 一起 耶稣不亏欠他们 但他们也同样一起耶稣 那到最后 甚至那些本身自己已经被定罪 要面对死亡的囚犯 也将耶稣基督遗弃了 最后的遗弃 是耶稣基督最痛苦的一切 那就是上帝 耶稣说 耶稣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理解我 在这个过程当中 耶稣他扮演了一个什么身份呢 他扮演了一个被物化 非人化的身份 就是耶稣基督似乎 连人都不如那一刻 就是被待遇的 被看待的 连人都不如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 保罗用一个词 他说 上帝是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了罪 你要在这一处 保罗用的这个罪 他不是一个人格性的 他用的是一个物化的 他没有说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 成为了罪人 没有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 成为了罪 其实耶稣基督被 被对待的那个方式 他连人的尊严都没有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耶稣 他在那一天 所扮演的角色 他被弃了 那一日 是耶稣基督被弃的一日 同样 那一日 也是耶稣基督 他真正代替的一日 弟兄姐妹 你读马克福音 我想你会留意到 马克福音特别 在中间穿插了一段 这一段呢 不单单在马克福音 当然了 在好 在集权福音书都有穿插 就是耶稣基督 他代替了巴拉巴 其实巴拉巴的这个名字 很有意思 巴拉巴的名字 在亚拉文当中 是说父亲的儿子 就是爸爸的儿子 那耶稣基督被成为上帝的儿子 他代替了另外一个父亲的儿子 这个代替 其实的整个代替啊 他不单单是代替了巴拉巴的罪 他更是代替了所有人的罪 正如同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样 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换句话说 神把他的儿子赐给人 来代替我们所有的罪 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是每逢读到这段经文 都会使我想起 在以西节书十六章 一到十四节的那段经文 以西节书十四节 十六章一到十四节 那段经文 之前在教会历史上面 有许多人的争议 说那篇有一点点好像低俗 那篇似乎有一点点的 似乎不堪入目的场景 不应该把它累在圣经里面 应该把它拿出来 但为什么上帝要允许 这样一个篇章放到圣经里 当我们去读耶稣基督 他的受难 再看回那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有一种吃惊的相似 这种相似是 上帝在以西节书十六章 扮演了一个善待 那肮脏和污秽的 以色列民的角色 但是马可福音 以色列民却扮演着羞辱 甚至说刺杀耶稣基督的角色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平行类比 我们来看平行对比来看 上帝对以色列民 对一种误会肮脏的 以色列民的待遇 以及以色列民对耶稣基督待遇 那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说单单讲到以色列民 而是讲到人 在上帝面前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圣经里面说 当时形容的那个角色 他不是上帝纯正的选民一样 他是肮脏的 他是污秽的 圣经说 他的根源是出生在迦南 他的父亲是雅摩利人 他的母亲是赫人 你知道吗 在整个圣经当中描述家谱的时候 他们非常强调血液的纯正 他们非常强调家族的这个关系 比如亚巴拉罕 他为自己的孩子娶妻的时候 他就安排他的仆人 跑到自己的家乡 跋山涉水 去娶利百家来 嫁给以色 那同样 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 当他们之间产生征战 有一个支派即将灭亡的时候 他们就要雇注那个支派 他们要考虑什么样的女子嫁给他们 这些都是涉及到 他们非常在乎那个血液的纯正 也因此呢 形成了他们在整个发展历史当中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不相来往 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血液不纯正 认为撒玛利亚人他们种族不纯正 但是当我们去读以色列节书的时候 就是面对这样卑微的人 上帝却向他施下严命 当然马可福音所想要描述的 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以色列的王 本身耶稣基督应该是被尊荣的 而这样一个是应该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 应该是被轻贱的 但是呢 一个被轻贱的反倒成为被尊荣的 一个应该被尊荣的反倒经历的轻贱 那圣经里面说 那个人就是在以西节里面 以西节书的那个人呢 他出生之后就被抛弃 被抛在血液里面 他误会不堪 肮脏透了 但耶稣呢 他其实圣洁 他完全圣洁 一点罪都没有 不但如此 当看到这样一个场景的时候 神用戏麻布将他裹了起来 为他洗净 这是神对那个污秽肮脏的角色 所扮演的工作 但耶稣基督呢 他作为无罪的 完全圣洁的却被别人披上紫袍 用口水吐在脸上 用拳头打脸 用膝子鞭抽打他的身体 都是一种羞辱 用羞辱 那我们也知道 他上帝呢 用华美 为他为他作为冠冕 但是 以色列人 却用荆棘作为冠冕 带在了这位上帝的儿子头上 上帝 用细面 用蜂蜜 和油 来供应他 他们却用苦胆 给这位上帝的儿子喝 上帝使他得以尊荣 能够坐在王位上 但是 他们 却把耶稣基督 活活定在了 两个 犯罪的人中间 就是 囚犯 逐渐 听闻想明 这两幅画面 整整让我们看到了 耶稣基督 他的代替 上帝对世人 上帝对 污秽的 肮脏的人 私下怜悯 赐给尊荣 但 人 却对耶稣基督 带来的是伤害 那耶稣基督 最终的这些经历 也告诉我们 他最终 是要为我们带来 那 真正的 改变 真正的 生命 真正的 恩惠和意志 正如同在 彼得前书 二章二十三节所说 说 他的这一切的经历 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以至于 使 以至于使我们 既然在罪上 与耶稣基督 同死 那我们 就可以 可以 有了新的生命 能够 被宠益 也因着 他的鞭伤 我们 得着了 真正的意志 这是耶稣基督 代替的一日 这个代替 也是 我用这两个对照 让大家来看到 这两个对照 让我们真正 能够去体会到 人和神 神和人 人对神 是如此 神对人 却是 完全的不同 神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最主要的是 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担当 一切 我们应该担当的 好 我们再说 这也是 耶稣基督 他痛苦的一日 我们刚才谈到 耶稣基督被弃 其实他的被弃 也是 耶稣基督 最痛苦的画面 圣经里面 耶稣大喊说 就是他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了我 你知道吗 对耶稣基督来说 那一刻是最痛苦的 他被上帝遗弃 他在那一刻 接受着 死的心法 接受着 成为罪的心法 当耶稣基督 面对这样的痛苦 他里面出来的 不是仇恨 不是伤害 他里面出来的 反倒是饶恕 他的饶恕 止息了一切的恶 他的饶恕 带来了真正的盼望 圣经里面说 耶稣这样祷告 说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耶稣在经历 这样痛苦的时候 他的祷告 不是一种 憎恨的祷告 不是一种惧怕的祷告 而是里面充满恩典 和饶恕的祷告 这就是耶稣在痛苦面前 所释放出来的 是完全不同的信息 我想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就是耶稣的痛苦和犹太人 在遭受大屠杀时的痛苦 我们知道 对犹太人大屠杀 这件事情 是许许多多基督徒 也应该不断去思考 也应该不断去为他们 求祝福的 求主能够 祝福这个民族 也求主能够 在这个民族的历史当中 亲自施下医治 不至于让他们活在仇恨里面 不至于让他们活在伤害里面 让他们真正能够享受 来自于上帝的饶恕和平安 我为什么要把这两个 放到一起做对比呢 有好多犹太人的拉比 他们在诠释以赛亚书的时候 他们会把以赛亚五三章 那个受苦的仆人 描述为整个以色列民 他们认为以色列民 他们就是那个受苦的仆人 当他们被大屠杀的时候 他们被脱下衣服 无论是男女孩童 都要无声地走向 那个被屠杀的地方 太多太多那些 被大屠杀之后的 那些乱坟岗 有些是用火车 有些是用那种的 这个大坑来屠杀犹太人 但你会发现 他们都在经历痛苦 当耶稣基督经历痛苦 和犹太人经历痛苦之后 所结出的 所得出的 是截然不同的 耶稣出来的是把恶止息了 耶稣出来的是圣洁和权柄的生命 但是犹太人出来的 你会发现 他们在大吐杀期间 他们有这样的祷告 他们首先是为自己的罪 他们说 愿我的死亡 能够赎罪 弟兄姐妹 我们刚谈到 耶稣基督 他的痛苦 他的被杀 不是为自己的罪 祷告 换句话说 耶稣他是圣洁的 唯有圣洁的 无罪的 才可以代替有罪的 当犹太人 当他们面对 面对屠杀的时候 他们的祷告 与耶稣却有一定的差异 这个差异是 耶稣祷告饶恕 他们的祷告是 为自己的罪来求赦免 耶稣是圣洁的 但他们能够感受到 自己的不解 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完全圣洁 同样 当在一次的这个 犹太人大屠杀的纪念当中 那位诺贝尔奖得主 就是诺耶稣尔 他呢 也做这样一个祷告 他的祷告是 求神惩罚恶人 他说 虽然我们知道 神你满有怜悯 但主啊 我们仍向你祈求 不要怜悯那些 建立这个地方的人 赦免了神啊 不要赦免那些 杀害犹太孩童的人 这里的众人 都仍然记得 孩童晚上列队 一对一对的 前往毒气室 蛮有怜悯的神啊 请不要怜悯那些 没有怜悯犹太儿童的日子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 他的祷告 不是去惩罚他人的恶 而是祷告 求父饶恕他们 如果当我们看到那个恶 我们在内心里面产生记恨和不饶恕的那一刻 其实这个恶就循环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我们所带出来的就不断的被循环 但耶稣基督 他却是恶 窒息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的痛苦与众不同 因为他的痛苦是窒息一切痛苦的痛苦 耶稣的痛苦 他是带来饶恕的经历 他不是为自己的罪求 他不是为别人的恶求 他是要真正用圣洁的生命 能够来止息恶 不是去惩罚 而是止息恶 求主帮助 让我们看到耶稣 他的摆上和牺牲 最后呢 我想用巴拿巴的故事 来作为信息的结束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对于巴拿巴这个人来说 当他即将要面对行程的时候 他内心充满了恐惧 曾经杀人 曾经看到别人死亡 他兴奋的不得了 但是当要真正面对 执行他的死刑的时候 面对永恒的黑暗 他里面惧怕的不得了 当他在惧怕挣扎的时候 有狱卒走进他 告诉他说 你今天真是遭好运了 好了 你已经无罪释放了 这位即将要行刑的巴拿巴 他里面有许多的疑问 难道在开我玩笑 难道这件事情不真实 当巴拿巴不断去询问 不断去了解的时候 才知道 原来有一位 一点罪都没有的耶稣 为他代替 牺牲在了十字架上 他当听到这个消息 他不断的去走走走走到 十字架那里 要看这位耶稣 这位就是为他受伤的耶稣 他看到耶稣 已经几乎流尽了现实 耶稣的整个身体 紧紧的贴在十字架上 耶稣的那个经济冠冕 已经被用硬物 深深深地打在了头上 扎到了病脚 后脑 额头 他看到那一幕 他知道 这一切都受了他 耶稣赤裸裸地 像 像一个 积物一样 挂在了那个木头上 他跪下来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他为我死 我为他活 从此以后 巴拿巴 他用自己的生命 来见证主耶稣 他去四处传扬 基督的福音 成为福音的使者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在早期教会 不断流传 不断 不断地告诫弟兄姐妹 激励弟兄姐妹的 巴拿巴的故事 那同样的弟兄姐妹 今天主耶稣基督 他不是单单 为着巴拿巴 耶稣基督的那一日 不是单单 为着巴拿巴 也是为着你和我 求助帮助 让我们 真正能够在基督里 学会 为主而活 正如加尔太书的 第二章二十节说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那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设计 愿我们如同巴拿巴一样 主为我死 我为主活 我今天的行事为人 是为了荣耀我们的主 愿主祝福大家 祝福他的话语 我们分享到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来祷告 帝福当我们 每位弟兄姐妹 我们借着受人的信息 彼此分享和基督的时候 求主 你就在我们生命里面 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 知道耶稣基督 为我们牺牲百上的人 让我们也真正成为 那为耶稣基督而活的人 因为主他为我们死 我们更愿意为主活 愿主的生命 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里面展显出来 愿为主忍耐 愿为主饶恕 愿为主来传扬福音 愿为主来忠心十分 听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命 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罪人只要在此一心 能去全身罪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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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人只要在此一心 能去全身罪欠 到罪人只要在此一心罪欠 到罪临时窃心求救 得见此全欢喜 我罪随多永生无望 主能喜我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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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罪随多永生无望 主能喜我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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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救主 你宝贝血 永世不畏失效 直到天父救赎众命 罪恶 Bald 罪 眼盖喜其實 坏ign Jenny 罪恶 眼盖宝京 罪恶 眼盖喜 mungkin 罪恶 假期 罪恶 言盖心 SPEAKER 罪恶 眼盖心 cess uzk梁 怪 we all 罪恶 已甖心情 可已改世今 此从一看诸上流血 乘这赎罪全缘 赎罪妙恩我常穿阳 只是能安要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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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赎罪妙恩我常穿阳 只是能安要穿 好 弟兄姐妹我们这个首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第99首奇妙十架 每逢是乡 奇妙十架 拥有自主在山仙挂 万般尊贵 顿堪又顺 从前说话 尽皆悲响 求主今若别有所谷 万华我主 爱数十架 从前说路 虚勇佳乐 开始所谷 hungarme 为什么 世到了 Website 以为我能安排更多 故事哀悠 此苦焉悠 心机凡尘 永有面留 一周万物 我归 我观 风险人难藏 主恩倦 主爱如此 朝起身后 徒报彼江山 心天弦 好 弟兄姐妹 我们这个时候先来末祷 来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一起来末祷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到七节的经文这么说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烟面不堪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承然单单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这法 被神祭达苦待了 哪知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切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迁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恩主 在这受难前夕的晚上 我们这些蒙你灵免 蒙你救赎的罪人 要来到你为我们所设的这个圣餐座前 要以一颗认罪以感恩的心来纪念 亲爱的恩主 回顾当年在星期五的那一天 想到你是怎样的为我们的罪来受苦 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 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的心整部难受 我们的眼整部流泪 主啊 就像诗歌里所说的 我们岂能忘记克西玛尼言呢 为我们受难的主啊 回想当年鞭子把你抽的偏体鳞伤 弄脏了你满脸的使用 经济光明上的地鞋 铁钉撞心刻骨之痛 主啊 如先知 以赛亚所告诉我们的 你承担单单的我们的忧患 背负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痛苦 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你被钉在十字架上 众人的罪都归在你的身上 哦主啊 神的羔羊 上帝的儿子 因你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你受的鞭伤 我们得遗址 恩主 你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神 亲爱的恩主 你闪尽痛苦 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主啊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亲爱的恩主 是我们的罪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 是你的顺服在十字架上 成全的天父救赎我们的大功 主啊 谢谢你对我们如此的大恩大爱 我们难以回报 亲爱的恩主 我们这个时刻 求你让我们在领受你的饼和杯时 能够再次被你的爱来感动 被你的宝血来洁净 更是被你的灵来充满 以至于我们愿意靠你的恩典 叫我们今生立志一无所夸 只夸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也愿我们能够靠你的恩典 在我们的一生成为你忠心的见证人 祈求恩主耶稣与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圣餐是给那些已经信主受洗的基督徒来预备的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受洗 你还没有信主的话 这个时候就请你们在家里 不要跟我们一起的来领这个圣餐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他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掰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好 弟兄姐妹 我们这个时候 以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来思想当年 主是如何的为我们来 来为我们来舍身 我们这个时候 一起来领受心存感恩 来纪念他 饭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的主 来为我们 来流血 我们这个时刻 以一颗感恩心 我们一起的来领受 我们一起的来领受 送出去 我们的主持人 令我到加列山 使我魔王 克西玛尼 使我魔王 诸子痛苦 使我魔王 诸爱为我 令我到加列山 求主使我 买你分屋 你为我藏诗围 愿向天使 神穿白衣 看守主在分屋 使我魔王 克西玛尼 使我魔王 诸子痛苦 使我魔王 诸爱为我 令我到加列山 我真甘心 我真情愿 被诗子加根主 我愿意诸通常苦陪 令我到加列山 使我魔王 克西玛尼 使我魔王 诸子痛苦 使我魔王 诸爱为我 令我到加列山 好 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 我有两项简单的报告 明天星期五是受难节 也是公共的佳制 因此 明天晚上 星期五的祷告会 我们会暂停 请弟兄姐妹们留意 另外 来临的祖制 是复活节 尸体的祖制崇拜 也是圣餐的祖制 所以我们 在来临的礼拜 我们还是照样 会有圣餐 所以请那些 在家里的弟兄姐妹 你们自己来 在自己来自备 这个生产品 我们来临礼拜天的 这个尸体崇拜时间 照样是在早上10点45分 当天的讲言 是我 五月星牧师 那末主席是王信亮指示 那请大家一倍心 也为这个崇拜 来祷告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 领受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难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 以魂 以身子 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阿们 好 我们一起来唱阿们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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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